由于行政院推出的纾困方案 有许多的部落族人是领不到的 为了要解决地方的问题 秀林乡民代表蔡培伙在秀林乡镇总质询当中 提案要编列纾困金 要比照去年的消费礼金的方式来发放 那么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 地方的声音他也听到了 公所会是裁员 疫情的情况以及规定来研拟 希望能够解决部落的问题 秀林乡民代表会定期大会 12号是由秀林乡民代表蔡培伙进行乡镇总质询 由于行政院推出的纾困方案 村民们大部分都没有领到 造成大家生活上相当的困苦 也请乡公所比较去年的消费礼金的方式 来发放纾困金 来解决主任们的难免之急 我们很多人打零工的也不能出去工作 做农业的像以山苏来讲 他们卖也卖不出去 要卖到哪一个饭店 那饭店都没有再开了 民宿也没有再开了 所以 那我们整个秀林乡 几乎都在停滞中 好像都上一次的纾困金 申请起来 我听说 我听老百姓讲 老百姓给我反应 所以申请都没有申请到 我想去年老百姓都非常谢谢我们公所 谢谢我们代表会 谢谢我们主席 谢谢我们乡长 让大家都能够有一点点的 在家里有一点帮助 至少买菜买米买这些东西 还不会造成困难 所以我现在要谈的是 这个 纾困金啊 我们秀林乡啊 是不是可以把那个省下来的钱 花给大家 其实就我了解 我们的钱还有嘛 我们公所还存了很多钱嘛 不能说等到 我们现在正困难的时候 老百姓最困难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 没有帮助他们 反而没有帮助他们 新闻下来 我们会表示 多余下面代表蔡培佛的提案 公所会释裁员 疫情的情况和法规进行延迷 我想如果今年的我们的整个经济状况 还是一直越来越困难的话 我们也会往 索困金发放的这个方向 再来思考 但我们就要去讨论很多问题 第一个钱够不够 第二个也没有违法的部分 这个都要去讨论 还有就是 刚刚我们讲的 中央政府所发放的 所有的书困金 到底在修理箱来讲 是不是真的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你有怕到底的人怎么样 我想这个都还要 我们一些时间 去做一个绑调 部落里面做一个取样绑调 我想这样子 整个规划的内容才会完整 财博会表示 这次疫情是相当的严重 时间也是相当的长 有许多多人每天打联工生活 加上农民们所种植的农村产品 都无法销售 让大家没有收入 所以加上文贵会表示 他听到代表们和族人们声音 以后他会跟公所团队来讨论 民生重大议题 找出最好的方式来解决村民们的需求 知了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期待